12月5日 有网友在朋友圈 下出一组迪丽热巴和邓伦在杭州拍戏的路透照 途中能够看到迪丽热巴扎着辫子和邓伦穿情侣装外套 里面却只有简单的一件衣服 两人在现场拍戏动得发抖 很是让人心疼 此外 在拍戏过程中 迪丽热巴邓伦拍完戏和是甜蜜虐狗 现场很多观众都能够看到 被这足不及防的狗粮填到心里 迪丽热巴和邓伦所拍摄的剧《教义千零一夜》 迪丽热巴在剧中饰演花艺实行声007 邓伦则饰演花艺大师博海 两人樱花纪圆 开启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途中能够看到 在拍戏中邓伦所穿的衣服特别少 整个人动得开始发抖 也是相当不容易 让我们一起期待新剧的播出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